白宫发言人沙奇7月26日宣布 考量德尔塔变异病毒的威胁 美国决定维持现有旅游禁令 他强调禁令不是无限期延长 但何时会松绑 目前没有时间表 美国目前对多国实施旅游禁令 过去14天曾到过中国、印度、伊朗、巴西、英国 欧洲申根区、爱尔兰及南非的非美国公民 都禁止入境 从其他国入境的旅客 包括美国公民 则需出示登机前三天内检测阴性报告 美国总统拜登7月26日 和伊拉克总理卡迪米签署一项协议 到2020年年底时 正式结束美国在伊拉克长达18年的作战任务 今年3月 在亚特兰大三家按摩店杀害8人的枪犯隆恩 7月27日被切洛基郡法院判定其中4起谋杀案有罪 共被判处4次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切洛基郡的地方检察官华莱士周二重申 切洛基郡的调查人员 并无发现种族偏见的证据 这与隆恩在亚特兰大造成4死 所将面临的仇恨犯罪的指控不一致 检察官表示 隆恩签署了一项认罪协议 承认在切洛基郡的所有指控 包括恶意谋杀 重罪谋杀 企图谋杀和重伤害 隆恩定于下个月在富尔顿郡再次出庭 地方检察官威利斯表示 他打算寻求所谓的仇恨犯罪 以提高刑期 富尔顿郡对隆恩的19项起诉包括 谋杀、谋杀重罪、严重袭击和国内恐怖主义的指控 在亚特兰大 隆恩如果在此四起枪击事件中被判有罪 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27日警告说 通货膨胀风险将证明不会是暂时的 呼吁各国央行采取先发制人的预防行动 数据显示 美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达到5.4% 为近13年来最快增速 基于整个加州的德尔塔变种病毒感染病例不断上升 7月27日 加州州立大学发表官方声明 要求学生、教职员工在秋季返校前接种新冠疫苗 学校会允许一些在医疗和宗教方面 有豁免的教职工学生不接种 但他们必须接受定期的新冠病毒检测